好 健康問題非常重要 有的人可能想要去看中醫吃中藥 但最近卻傳出竟然有人全家吃了中藥之後牽中毒 更多內容交給尤嘉 沒有錯 現在擋著藥角接連傳出了牽中毒 那麼現在雪球越滾越大 矛頭通通只向同一間中醫診所 也就是聖堂中藥 先前是傳出台中市議長張宏年 他們經傳一家子都牽中毒 那麼今天他的兒子張彥彤 甚至是先前一度命危 那今天他也出面了 說要硬起來 對這位中醫師提告殺人未遂 他指控這根本就是蓄意殺人 好 沒有想到案件還沒有結束 現在傳出連國民黨 前台中市黨部主委陳明正 他也出來爆料 他說太太罹患乳癌三期 也是長期在這一間聖堂中醫 吃藥粉來調理身體 沒想到這個牽中毒新聞爆出之後 他是嚇得帶太太趕快去驗血 結果不得了 血液當中的鉛含量是高達了95 比張彥彤的88還要高 讓他很崩潰 現在太太不但要抗癌還要解毒 說這兩個星期的解毒劑 就要花費29000多塊 而且至少要吃三個月 那麼目前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被張彥彤提告殺人未遂的中醫師 呂世民 新醫已經超過20年 擅長治療癌症 但是他的藥材被驗出 重金屬超標509倍 已經因為違反醫療法 寒送法辦 到現在還在說謊嘛 花那麼多錢 相信你 你給我吃醇的鉛粉 你現在是 你不是蓄意殺人 你是什麼東西 一講到中醫師呂世民 議員張彥彤氣氛開罵 簽中毒案爆發後 二度開記者會 要讓大家知道 他真的怒了 他一個人 把整個中藥界 和整個中醫界 全部都脫下水 張彥彤說 四五年前 爸爸媽媽姐姐和他 開始到聖堂中醫看診 大約每兩週拿一次藥 一次費用約一萬多塊 沒想到吃了幾年下來 差點丟了性命 更氣的是 一開始呂世民還想規避責任 他的學位 和他去大陸讀書 一切的關係 是我父親張宏年 當議長的時候幫忙他的 他今天把我爸爸張宏年害成這樣子 把我們全家害成這樣子 他一點點道歉都沒有 他一點點懺悔的心都沒有 張彥彤控訴 多年來吃的自費藥包 從來沒標示成分 因為相信呂醫師 想不到確實花錢買毒 沒想到竟然是有點被刻意下毒的感覺 當然是相信他 從來沒有跟我講過要加什麼藥材 他只會說 我們有自費部分 可能如果你加一些 情況比較好 效果比較好 我就相信他 我哪知道加的是錢本 張彥彤一家決定提告殺人未遂 目前爸爸張宏年的病況尚未好轉 也讓張彥彤相當擔心 指出已經陸續接到50到60通電話 都是向他反映 吃了聖糖中醫的藥 身體出問題 錢中毒事件如滾雪球般 越滾越大 記者連家慶 王百英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好 剛才新聞看到 不只是張彥彤議員 指控吃到了韓千中 要差一點喪命 而我們今天中天新聞 也特別訪問到事件的 另一位主角 那就是國民黨前 台中市黨部主委陳明正 陳主委您好 你好 好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說明一下 從新聞爆出到您發現 居然自己的太太協議當中 千韓量也超標 這整個過程您是怎麼發現 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昨天是本來我們在8月2號 繼續要回鎮正常中醫 那結果在期待我們 就是7月3號9月 那個張彥彤議員 他公布了參加水加金銅的事情 剛好手上還剩下一包水尖藥 還有一包三包藥粉 那我跟我太太小說 這個比較是我們禮拜一啊 隨便便便看 當初我們有三組的想法是說 他因為癌症病人 應該不會吧 那所以我們就是推薦 這個以後 如果是單一 去服務科醫院偷寫 在昨天中午 這次報告出來 他有太太的 全韓量是高達95 目前是以獨科的排名來講 第一是當年遇上 第二是指揮復原 第一是當年就是我太太 救護護 所以我們也講 那麼在前天禮拜二已經把所有輪廈藥台 全部送到那個財政政府 貴賦的十萬次庫 十萬次庫去做檢查 那自助者怎麼做 你做得很好 所以自己的把藥台送到自助區 好 是 那我們知道 其實當初陳主委 您也是因為要照顧生病的太太 選後請辭 但是現在既要抗癌 同時還要解讀 這想必心理生理都不太好受 可以稍微跟我們說明一下 目前您的妻子狀況是如何呢 他現在還在過場 其實早上到今天 他都沒吃東西啊 中午也吃兩口就不舒服了 所以就讓耳心講出來 沒有胃口啊胃痛啊 那大概國安九度的成長量 我們非常的壓力 兩人來看下海的路度是很慢 而且很舒服的 看中午的負責是希望能夠過 還可以還這麼多的人 人確不舒服 沒想到看到後來 是正然是最重的 那大家不能確認是不是 因為現在很重大 我希望能夠在整個月以後 如果確認 這個藥裡面含有的 不應該有的藥 那我覺得心中就這樣不確認 好 所以現在抗癌的同時 還要一邊解讀 真的是非常辛苦 但是說到目前藥粉已經送宴 那到底當中有沒有含禁 要朱砂還有待釐清 那這期間呢 您和剛才提到 被指控殺人未遂的 呂世銘醫師 有碰過面或者是通過電話嗎 尤其是現在張彥彤議員 他指控他是蓄意殺人 針對這項指控 您又是怎麼看 下一步打算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當時會找醫師 也是因為他在業界 對於腫瘤科非常的內容 而且風景也不錯 我們才會找他 那我當時醫生會不會呼吸害人 那除了第一次 我的藥粉現在目前在檢驗當中 還沒檢驗出來 所以我必須等 我的藥才檢驗出來的結果 我才能夠進行後期的確認事項 那這期間我必須先把我猜測 除了藥治療的癌症以外 我算是有三個月的藥物 我覺得我們要常常常 這非常辛苦的 每兩個禮拜要成功 每兩個禮拜 好 剛才聽到陳明正的說法 是目前已經進入了司法階段 很多的案情還有待釐清 那這是我們剛才收到 來自陳明正的最新說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